前幾天,習近平把全國各省的幾百名高幹招到北京 包括省委書記、省長、副省長 給他們在中央黨校辦了一個學習班 要他們學習什麼呢? 要他們提高安全防範的意識 習近平說,現在的國際局勢,雲絕波軌 既要防止黑天鵝,也要防止灰犀牛 那麼什麼是黑天鵝呢? 黑天鵝就是那些比較容易被忽視的小的那種危險 什麼是灰犀牛呢? 犀牛是一種龐然大物 灰犀牛就是指那些大家都應當看見 但是卻被大家忽視的這種風險 習近平後面也說的比較具體了 他是說,現在關鍵是要注意政治安全 這是第一位的重中之重 政治安全又主要是指政權的安全和制度的安全 繞了這麼大一個圈子,他說什麼意思呢? 他就是說,現在無論是國內的局勢還是國際的局勢 都對中共非常不利 要爆發革命了 要有人想推翻我們的政權 想改變我們的制度了 這個會議的精神跟前幾天 1月17號中央的公安部的部長趙克志 他開那個會議上面講話 精神是一模一樣的 趙克志因為他只是對公安部門講話 而那些大佬初他們可能就受不了 他理解不了這麼拐彎抹角的話 所以趙克志就直說了 說是2019年的重點的任務 就是要防止顏色革命 因為現在呀 境內境外的勢力勾結起來 要啟動革命了 而現在呢,他們還潛臺直沒說的 就是現在的革命時機已經成熟了 任何時候海內海外呀 都有一些人都是想搞革命的 我們想了很多年了 但是呢,為什麼以前他不說這些呢? 為什麼現在要把這麼多的這些高幹聚集在一起 要來講這些 要給他們辦學習班講這些呢? 這就是說明中共他們已經完全意識到 他們現在的處境相當的艱難 已經完全意識到現在國際上對他們的圍堵 到底意欲何為?就是要改變他們了 就是要推翻他們了 他們也完全意識到了 現在民間的民怨沸騰 對他們不滿已經達到了臨界點 革命隨時都有可能爆發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做好準備 那麼做好準備呢? 我就是想希望我們所有的民主同道 大家一定要轉變一個思維 怎麼樣轉變一個思維? 為什麼要轉變一個思維呢? 因為中國民運,中國民主運動 它是分三個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呢,是啟蒙運動的階段 那像78年79年那個時候 大部分的人包括那些知識分子 那些大學生 大家都沒聽說過民主這兩個詞 更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更不知道民主對中國的重要性 但是那個時候有一少部分人 不知道他們通過什麼樣的渠道 就知道了,民主是個好東西 就開始宣傳民主 這就是啟蒙運動的起源 民主強,民主強運動 當時呢在全國各地 一些大城市就展開了 辦了很多的雜誌 寫了很多的大直報 這是第一波 從那個時候開始民主啟蒙 就一路高歌猛進 到了89年的時候達到一個高峰 一直持續到現在 第二波就是維權運動 因為89年達到一個高峰 大家那個時候就在想 我們宣傳了這麼長時間的理念 這麼多人知道民主好了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實現呢? 那麼就有那一場大的運動 就想一步到位把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但是結果卻遭到了中共的這個無情的鎮壓 那麼大家就知道 看起來這個事情呢還沒這麼快 我們呢現在再退一步 從更基礎的事情做起 那麼就有維權運動 民主運動就是說 我們直接的爭取我們的政治權利 爭取所有的權利 整體維權,全國維權 那麼維權運動呢就是說 既然我們達不到 我們不能夠一下子改變這個制度 不能夠實現民主 不能夠保障所有的人權 那麼我們從這個細節的 從個人的群體的 具體的經濟的社會的這些權利 開始保障 所以說從90年代一直到現在 都有人在推進 在從事這個維權運動 那麼這個維權運動呢 它有個特徵 它就是在中共的這個法律體系的這個範圍之內來進行的 中共過去 本質上他們是不尊重法律的 他們是拿法律當兒戲的 但是在過去 因為鄧小平呢 這個江澤民呢 胡錦濤他們那個時代 他們還要留一張法律的面具 因為他們要向這個 向西方世界 向全國際交代說 我們是個法治國家了嘛 我們是要搞市場經濟的嘛 大家都來嘛 所以說他要戴一個面具 那麼就在這個法律面具還存在的時候 那麼法律就有可能成為民間和官方博弈的這個一個工具 那麼這個法庭就成為一個場所 一個博弈的場所 這就是維權運動的這個主戰場 但是呢 習近平上台之後啊 他一反常態 已經改變了 他說我們呢 不需要這個面具了 他把面具摘下來了 露出了青面獠牙 對709律師的全面的打壓 這就是維權運動的一個 這個最後的這個習近平呢 給他的一個警告 說我們不能再跟你們呢 這麼玩下去了 我們就啊 來硬的 那維權運動到這個階段呢 也很難再走下去了 那麼現在我們應該開啟新的一個階段 就是革命的階段 現在呀 不再搞具體的這些維權了 那而啟蒙運動呢 當然大家還要繼續 但是呢 也不再是重點了 現在的重點 是整體的維權 是真正的來搞一場 全國性的打的政治運動 這個時機啊 已經成熟了 習近平 趙克志 他們都說成熟了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現在呀 時機真的成熟了 那麼要進行這一場革命 大家先是需要啊 要改變一個意識 過去維權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有理念有勇氣 只需要這個在過去這個 在過去進行啟蒙運動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有勇氣 有理念有知識 我們就可以去做 然後在維權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在 在比較一個低的層次上面呢 從我們只需要從法律的角度 我們只需要從法律的 在過去我們從事維權 在過去我們從事啟蒙運動的時候 我們需要的是理念 需要的是信念和勇氣 我們就可以啊 往前走 那麼在維權運動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支持 法律方面的支持 和在細節上面博弈的那些技巧 我們就可以往前走 但是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需要政治操作的意識 我們需要啊 進行街頭革命的那種意識 我們需要那種戰略戰術 我們需要完全的政治操作的意識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轉一下老金 這個啊 這三者啊 在三個不同的階段 我們要有不同的思維 不同的思維方式 那麼我們這個全民共振講堂呢 就是專門為中國的顏色革命 街頭革命 而設的這樣的一個網上討論的平台 今天呢 我們就來講一講 中國街頭革命的地緣政治 什麼是地緣政治呢 中國人呢 最講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天地人三才齊備 事情呢 才能順利的進行街頭革命 同樣是如此 所以在前面的幾講當中啊 我們已經講過了天時 講過了人和 什麼是天時呢 就是中共什麼時候滅亡 現在是不是發動革命的好時機 中共是不是大限一致 那麼我們從這個國內的局勢 國外的局勢 從經濟政治 社會各個方面 在這方面呢 進行了探討 我們認為現在中共 這個大限一致了 臨界點已經到了 是革命的好時機 前面也講了習近平 趙克志都同意我們的講法 那也講到人和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能夠把人聚起來 我們也講到了這個同城小圈子的策略 怎樣組織同城的團隊 現在實際上民主派 同城團隊 民主派的團體已經非常的多了 只不過是 很多團體在還需要自我培訓 還需要轉變意識 還需要加強革命意識 尤其是加強政治操作的意識 加強街頭革命的這個戰略戰術的這種意識 我們的戰鬥力就會大為提升 現在呢就來講地利 什麼是地利呢 簡單的說就是分清楚哪些地方是最重要 哪些地方是次重要 哪些地方是不重要的 哪些地方是前線 哪些地方是後方 哪些地方可以作為總部 那麼知道了這些之後 那我們佔領了那些重要的地方 就能夠迅速的擴大 有效的擴大 我們自己這一方的實力 那麼迅速的擊垮對方的實力 這就是地緣政治 再講的明白一點 大家都讀過農宗隊 農宗隊就是一篇非常好的 地緣政治的典範之作 那今天呢我們來講街頭革命的地緣政治 實際上這個可以講的內容很多方方面面 但是今天呢我們由於時間關係 只講三個三個重要的方面 第一個呢就是哪一些城市哪一些地區 是街頭革命的重點城市重點地區 再就是在一個城市當中 哪一些地方哪一些街道哪一些廣場社區 是重點應當我們應當掌握的 那第三個呢就是將來街頭革命 一旦鋪開了之後 民主派一旦形成陣營之後 應當把我們的總部 我們的主要的力量集結在哪一個地方 從這三個方面來講 先來講第一個方面 哪一些是最重點的城市 哪一些是最初應當起勢的時候 應當直接掌握的這些地方 這一個城市 過去的這個中國的這些維權運動 和這個革命呢 有兩種地緣政治的模式 第一種呢就是茉莉花 那2011年的那個茉莉花的模式 茉莉花呢就是號召大家在各自的地方 無論你是在這個縣城還是在鄉鎮 還是在省城還是在首都 大家一起起來佔領當地的廣場 這是一種模式遍地開花的模式 那還有一種呢就是這個 以首都為重點的佔領首都的模式 集中這個全部的精力公佔首都的模式 那這個模式呢在維權運動當中 曾經試過啊 比如說這個老兵 退伍老兵呢就有兩次 在16年和17年呢就有兩次 進到北京 全國各地集集集在北京 在一次是在這個中央軍委 一次是在中紀委門口 進行抗議示威規模相當大 當時也震驚了 還有98年的時候 包括法輪功包圍中南海 那也是從全國各地集集到北京 這是兩種模式 這兩種模式呢 在未來的街頭革命當中啊 我都不太贊同 我認為呀 第一種呢是遍地開花 遍地開花呢 如果我們在全國的人都動員起來了 那當然是可以 但是在初期的時候啊是不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初期的時候 大家還沒有打破這個恐懼 那麼出現的人出現在街頭 勇敢抗爭的人呢 還不是那麼多 如果是全面開花的話 那麼就造成了 每一個地區的人手不夠 那麼怎麼樣呢 是不是能集中到北京呢 那也不對 因為北京呢 好多地區 你要是從長途跋涉去到北京 也是非常的困難 大家消耗非常大 第二個呢 北京是中共重點防範的地區 比較不容易呀 在那個地方聚集 而且呢 聚集在一個地方之後啊 容易被他們一國端嘛 是不是 容易被他們呢 進行斬首行動嘛 所以我的這個觀點是 最好的最好的地緣戰略 革命的初期的最好的一個地緣戰略 就是佔領省城 省城啊 它是一個在中央和地方之間的一個中間地帶 你把省城佔領了 把省城的這個統治秩序癱瘓了 讓他沒有辦法發號施令了 沒有辦法從上面接到命令 然後傳達到下面 那麼整個體系就癱瘓了 被腰斬了 大家記得辛亥革命的時候啊 大家採取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啊 戰略 辛亥革命的時候 由這個武昌那是個省城啊 大家一起把武昌佔領了 整個地區就垮掉了 而且由於武昌啊 他是胡廣總督的這個總東府所在地 所以說他不僅僅是把湖北的這個統治秩序癱瘓了 而且他也順便把湖南的給癱瘓了 所以湖南很快呢 也就是也這個起義啊 也很快就成功了 那麼還有其他地區的 比如說安徽的啊 山西的杭州的上海的 都是直接攻占那個省城 其中啊 在杭州的也是非常有典型意義啊 當時杭州的新軍裡面呢 有很多人起義了 但是呢 大家力量啊 還是不足以這個攻打這個巡弗衙門 那麼怎麼樣呢 這個時候啊 蔣介石那時候 剛剛被陳銀氏啊 他的這個靶胸啊 從日本招回來 書都不讀了 二十幾歲的這個熱血青年 手上啊 就綁了這個身上就綁了一圈手榴彈 領了二百個趕死隊 就在前面衝 那麼後面的新軍一看 這些人啊革命啊 這麼勇敢 我們就跟著幹吧 所以說一下子就把這個巡弗衙門給攻陷了 攻陷了之後啊 整個浙江省就是他們的了 這就是啊 攻占省城的這個計劃 當時當然當時是武裝革命 但是呢 我們現在雖然是和平抗爭為主的革命 但是戰略是一樣的 只要把省城給癱瘓了 那麼整個國家機器啊 他也就沒有辦法有效的運作了 底下的這個地級市 底下的縣啊 鄉 那麼就全部的就癱瘓了 那麼就剩一個中央的 習近平呢 這個北京的老巢啊 北京的根據地 讓他們呢 再蹦談一會兒 這就是啊 佔領省城邀斬 統治這個階層的這樣的一個計劃 我覺得這一套這個 這種地緣戰略在革命的初期是最適合的 為什麼啊 因為省城呢 這個可以大家都比較容易去 一個省的人呢 到省城按現在的交通條件呢 大概 絕大部分的人呢 只需要這個半天時間 就能夠啊 聚集在省城 也就是說省城 只要革命一開始 半天之內 全省的人都可以聚集在那個地方 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力量啊 實現最有效的聚集 那麼聚集了之後啊 大家就可以啊 這個攻佔啊 佔領啊 最主要的廣場 就甚至是可以佔領政府大樓 可以佔領電台電視台 那麼向全省廣播 甚至是向全國廣播 向全世界廣播 那麼這個時候 就能夠取得相當大的效益 如果在全國啊 有幾個省同時起事 那麼這個革命的大勢 就已經奠定了基礎 這是初期的啊 初期的這個 這個攻佔省城的 這樣的一個計劃 但是大家可能說 如果我們的這個這個省呢 事件開始 是從縣城開始的怎麼辦呢 哎不要緊 在縣城開始了之後啊 迅速的向周邊擴展 然後聚集人 向省城推進嘛 同時呢 也派人迅速到省城 在省城裡面呢 也同時啟動 大家把所有的力量 先聚集在省城 然後把省城拿下了之後 再向各縣市來 這個回扭 這樣呢 就可以造成整個省的 這樣的一個 良好的局面 那如果是 剛開始就發生在省城 那當然就最好了 就是要求各縣市的 大家號召各縣市的 這些人人自私啊 一起到省城 共襄盛舉 第二個這個地緣政治的這個 街頭革命的地緣政治命題呢 就是在一個城市當中 哪些地區是最重要的 是最容易聚集的 是在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地區啊 比如說在初期階段呢 大家要聚集 因為那個時候人少嘛 那就要再啊 這個選擇一些啊 比較容易啊 被大家所這個了解的 大家都知道的 全省各個地方的人都知道的 那些地區有知名度的 第二個呢 是容易到達的 第三個呢 是容易撤退的 你如果是大家都逼到一個 不能夠撤退的 如果被對方的這個軍警包圍了怎麼辦呢 就是容易撤退的 第四個呢 是接近這個省的政治中心的 比如說這個省委省政府 中心廣場 或者是電台電視台的這樣的地區 那麼這樣的地區 一般的來講呢 在一個省城裡面 有哪幾個地區符合這個條件呢 我研究了一段時間啊 現在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呢 就是啊 在省委省政府旁邊 絕大多數的省啊 它都有一個啊 這個非常繁華的商業街 有一些啊 是步行街 那個地方啊 是交通是四通八達 人群呢 是熙熙攘攘 所以說容易到達 而且呢也容易撤退 而且呢 它不容易阻攔 所以這個是一個啊 非常好的選擇 去年我們 十一的時候啊 搞共證啊 就是號召大家 號召那些啊 維權的人士 到那些地方啊 去維權 在同一天 一起去維權 那麼其中呢 有一些地方呢 有大概有五六個城市的 都有人去了 今後呢 我們還會 下一次兩會開始的時候啊 我們還會這樣 繼續的這樣號召 我們相信呢 那個時候 隨著這個經濟 這個滑坡啊 隨著失業人數的增多 隨著民怨的增長 同時呢 又是在兩會 是一個應當大家 應當站出來表達民意 這種時候啊 我們相信 會有更多的人 在兩會開始那天 一般是三月五號啊 會有更多的人 在這個省委省政府旁邊的 那個重要的 那個繁華的商業街去聚集 我們會公佈詳細的時間和地址 請大家繼續關注 好 那第二個 第二個在這個省城裡面的 一個特別容易聚集的 這樣的地方呢 就是火車站 現在呢 好多大城市它有幾個火車站了 那麼我們一般選的呢 是離這個省委省政府 最近的那個大的火車站 因為火車站有個什麼好處呢 當然第一個就是容易聚集 這個容易到達呀 全省各個地方的到來之後 都要經過火車站 那同時呢 他也容易撤退 我們隨時都可以啊 跳上火車就走了 他不容易阻攔 如果他一阻攔 把整個的大動脈就阻斷了 那不是自己就把自己搞癱瘓了嗎 所以他不容易阻攔 同時呢 因為火車站呢 他這個他有個大廳 一般的都有個大廣場 所以多少人來了 都能夠聚集的了 這是火車站 但是呢 也有不好的地方 因為火車站呢 因為來來往往的這個 閒人太多 有時候啊 這個會影響一些事情 同時呢 火車站呢 因為 有時候那個廣場太大了 而且現在的火車站呢 好多啊 好多他是設在 有一些地區啊 他是設在比較偏僻的地方 有些城市啊 所以說 不是每一個城市都適合在火車站的 但是呢 絕大部分的城市 它的這個啊 防滑商業街 都是一個很好的 都是離省委省政府 電台電視台啊 非常近的 所以呢 我們向這個大家 推薦這兩個地方 由大家根據當地的情況 自己來做出選擇 那麼在一個城市裡面 還有哪些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如果是大家都聚集起來 已經很多人了啊 成百上千萬 這個成千上萬啊 這個甚至是十萬幾百萬的 這樣的人都在省城聚集了 那麼聚集了之後 應當以哪些地方作為 最重點的要佔領的地方呢 那肯定除了省委省政府之外啊 電台電視台之外 那麼還有這個城市的中心廣場 這個是應當佔領了 那同時呢 還有另外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個城市裡面 哪一些地區啊 是重點的 是這個革命的根據地 是紮營的地方 那當然應當選擇 那個城市裡面呢 中下階層比較集中的地方 因為那些地方啊 人口密度一般來講呢 都是比較大 而且這個城市底層的那些人呢 他的革命的熱情呢 都是比較高漲 所以容易動員 好 那這是在城市裡面 重點地區 那今後 今後啊 這個一旦革命在全國已經鋪開了 最後已經形成了陣營 那麼應當把總部設在什麼樣的地方呢 那在八九年的時候 所有的這個重心都在北京 那麼北京呢 一被鎮壓 整個全國各地 雖然還有還有幾十個城市啊 都有在運動都在繼續 但是呢 北京被鎮壓了之後 那這些其他各地方的這些這個運動啊 就難以為繼了 為什麼呢 因為啊 那個地方啊 是全國革命的一個總部 雖然那個時候沒有統一的組織 但是呢 那個地方啊 是一個精神的中心 那個地方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戰場 所以說 鄧小平他只需要把全國各地的這個軍隊啊 只要調集到北京 把那一個地方 這個革命的火廟啊 給掐滅了之後 全國的這個革命熊熊烈火 就被撲滅了 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一件事情 下一次的革命 絕對不能讓這種事情再發生了 下一次的革命 大家一定要記住 把自己的把陣營的這個總部 一定要設在自己 勢力最強大的 保護的這個 力量最強大的這樣的地方 那麼這樣的地方 現在我們能夠預測得到嗎 比較困難 但是我估計 極有可能呢 是在南方 為什麼呢 因為南方的這個 市場經濟比較發達一些 南方的人呢 一般的來講 不是歧視北方的朋友啊 一般的來講呢 他們思想比較開放 因為接觸的外界的這個 西方的這些思想比較多 南方的這個反抗精神 會比較強烈一點 至少是在過去的這幾年的 這個維權運動當中 體現出來的 那我希望啊 將來呀 這個我的這個 這種看法被證明是錯的 南北都是一樣的 大家都有非常強烈的這種反抗精神 但是從我個人的觀點看起來 南方還會強一點 還有一個呢 就是南方啊 我們有香港 有台灣 那這兩個地區啊 是將來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 後援 一個後盾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地區 他們有 他們本身呢 就有一定的這個民主力量 他們本身呢 有他們一定的資源 他們有他們呢 這個在全世界的這種聯繫 同時呢 他們在政治操作上面呢 也相當的這個鮮熟 尤其是在街頭革命這一方面 香港台灣兩個地區 都有很多的政治團體 在這一方面呢 是這個相當相當的有經驗 那麼這兩個地區 由於他們在這個 輿論上的優勢 由於他們在資源上的優勢 由於他們在組織技能上的優勢 在街頭革命的這個能力上的這種優勢 由他們那兩個地區作為後援 那麼這就是對我們民主運動的 非常有利的一個因素 那麼我們的民主運動 這個民主革命的這個大本營 就應當設立在靠近這兩個地方的 就是在南方 再說的具體一點 我認為廣州 廣州應當是我們的重點 好 那還有很多的這個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今後再繼續來探討 今天呢 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再見